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略家马凯硕告诉西方是时候该靠边站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美国和西方能听懂吗 中国的历史脉络和当今世界的权力格局有着惊人的相似 该如何去对照分析呢 要正确认识及了解中国 美国跟西方必须认真学习哪三门课 视频天下关注天下 首先只关世界 欢迎回来新加坡的资深战略专家 也是新加坡驻联合国的元大使马凯硕 近日针对全球局势和全球治理当中的难题 说出了一句话非常深刻 他说西方是时候该靠边站了 他的这个观点可以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2019年所提出的说法是前后相呼应的 当时马克龙说必须要承认西方世界的霸权 或许已经接近终结了 这番话当时是马克龙在面对所有 法国驻外使节回国所参加的一个使节会上说出的 他说西方已经习惯了一种从18世纪以来所形成的 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之上的估计秩序 那这种西方霸权呢 可能是来自于18世纪受到启蒙运动所启发的法国 可能是来自于19世纪受予工业革命的英国 也可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获得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控制权的美国 我们看马克龙他是一个西方的政治家 他认为西方应该有自知之明 因为霸权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了 而马海硕作为一个亚洲的战略家 更是很直率地提醒西方是时候该靠边站了 当然这两种声音都是美国不愿意听到的 最近美国一再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 正因为面对着各种挑战而处于松动之中 当中还特别点名了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 既有意图又有能力来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 沈先生您如何来评价 马海硕和马克龙他们的观点 您能理解美国作为一个霸权 它的一个担忧所在吗 您认为这种担忧是不是当前 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复杂的一个根本原因呢 是的您今天提到这些问题呢 正好勾勒出一个大的题目 这个大题目的时间空间呢 涵盖面非常大 就空间来讲 它已经不光是中国跟美国了 也包括了这个所谓的东方跟西方之间的一个关系 甚至于包括了全球旧秩序 跟全球新秩序之间的关系 就时间上来讲 就像马克龙所讲 是一个跨世纪的概念 而这跨世纪跨的不是一百年 可能也跨了三百年 甚至跨五百年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作为节目一开始 我们正好看了一个场景 两位马先生 马克龙跟马凯硕 马克龙呢 是我觉得在西方政治家里面 相对来讲比较有远见的 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概念 那马凯硕作为一个亚洲的一个政治家 那他就有点不耐烦了 他就干脆直接告诉西方 你们是靠边站了 不要老霸着一个地位 这个时代你们过去了 你这样一个分析 看宏观啊 又是跨时代的 又是一个跨地狱的 那您没有谈到作为西方头头的美国 美国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吧 我开始没有意识到 甚至于根本没有意识到 从这个角度看 美国确实是一个相当自大 而又无知的一个国家 您的这个观察和点评很精准 那您觉得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种迟钝的反应呢 我觉得一方面呢 是他做霸主 就全球的霸主呢 做习惯了 那么换一个角度 更精准的来讲 也就是他做一个赢家 做了太久了 所以他基本上 他没办法有这种警觉性 意识到这么一个形式的变化 就美国做霸主 已经做了一个多世纪了 对于突然间不做霸主 这个是不能够习惯下来 另外您谈到说 美国做赢家 做了太久了 这个赢家指的是什么 具体来说 这个就要看美国历史 就看明白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历史 在1776年建国 之前呢 我们知道在1492年 克隆布就发现了 北美洲大陆 换句话说 从那个时候 美国呢 历史就已经展开了 他作为第一个赢家 就是把印第安人都杀光了 几乎是吧 然后呢 又把这个 英国 他的宗主国给打败了 他正式独立了 然后之后呢 又不断地打这个 跟墨西哥打 是吧 这个连买啊 带片子 带抢的 就把一大片土地抢过来 他又是个赢家 是吧 然后又把西班牙人赶走 当然也是个赢家 那么进入到新世纪之后 一战二战 他当然也是 而尤其二战之后 打平天下无敌手 所以我认为 在美国历史上 基本上几百年 从开国之前到开国 到开国以后到现在 总的来讲 从头到尾 他就是一个赢家 所以很有意思 对于这样一个 从来就是赢家的美国 马凯硕却说 是时候该靠边站了 马凯硕凭什么这样说 他的依据是什么 马凯硕是从这个角度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全球治理 它的一个体系 基本上上个世纪 由美国主导 由西方来共同推动的 一个全球治理体系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全球的问题 重申 越来越多 显然这个全球治理体系 已经没办法解决 这些问题了 所以马凯硕说 全球治理的需求 越来越大 但全球治理体系的 攻击能力越来越差 因此他就提出这个建议 他说你们 这个西方不要老爸的位置 应该要靠边站 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 那这样的话就说 不管是你西方也好 美国也好 就不能再去霸着 这样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了 是这样吗 没错 他这个还举了一个例子 马凯硕 他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世界银行 是吧 国际货币基金 IMF 这个基本上都是由美国主导 这个建立的 可是一般人可能不晓得 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 从来就是内定的 世界银行从头到尾就是美国 这个IMF 就国际货币基金 基本上分一杯跟 跟欧洲人 就这么干的 就是美国跟西方 就控制了所有这一套 那么这样子怎么行呢 老爸这个地方 你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然不行嘛 所以马凯硕就向西方提出警告 他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在中国可以另起路灶的 比方最近这个中国不久前 这个建立的亚投行 是吧 表现的就不错 金砖五国 现在扩大到十一国 这个成立的新开发银行 表现的越来越好 你们西方得特别注意咯 说当时你让我想到了 之前就是在美国所主导下 建立的亚洲开发银行 当时在美国的主导世界 好像行长都是由日本人所担任的 当时大家是觉得 习以为然的 但今天再看 今天的日本 今天的亚洲 你讲的一点不错 物换心仪 形势变得太大了 你说当年的亚洲 这个日本就数一数二 那现在呢 轮不到它了 所以这个形势变化 必须要看到 你老是还霸着那个体制 那怎么行呢 但是我认为 除了这个形势变化之外 这个马凯硕说 西方必须靠边站了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那又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美国以去西方的实力 也不行了吗 你讲的没错 就是说这个 你如果有野心 也就无所谓 如果你有够实力的话 相匹配 OK 但你现在如果有野心 但你的实力不行了 那就算了吧 是吧 你可以看美国现在的实力 两场反恐战争 打得非常吃力 那么阿富汗打了 打了20年 对不对 操簧顿走 然后不要谈 国内的什么 世界金融海啸了 这个政治的恶斗了 然后看看最近 他连这个 这个以巴冲突之后 巴以冲突之后 胡塞武装 这么一个小单位 他都照不住 说明他实力 老早就不行了 是吧 然后还霸着一个地位 那怎么行呢 您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我想尽管美国 不愿意承认 但是他也应该 非常清楚 金不如锡了 但尽管如此 面对马凯硕说 你应该靠一边去 美国应该 未必能听得进去 是 我同意 他未必听到 其实美国历史太短了 是吧 美国真的是历史太短了 他不晓得这个 人类历史有多长 他不知道天下多大 是吧 那么人类历史多长 终于有一个 非常出色的国家 美国 中国 那美国现在面对的 正是这么一个国家 他所面对的 这么一个 不清楚的一个中国 所以我的一看法是这样 这个要让马凯硕的话 让美国能够听得懂 也有一个前提 那就美国必须 正确认识中国 必须重新认识中国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 那美国应该 怎么样才能够去认识 尤其是正确的 去认识中国呢 从学历史着手 因为我刚刚讲的 美国历史太短了 他也认真的学人类历史 特别包括中国历史 了解了更多历史之后 他才知道 他自己有多少精良 了解了人类历史之后 他才知道 他今天面对的一个对手 是多少 是多么的有分量 了解了这么一个 真正的情况之后 我相信美国才能够 之所进退 才能够勉强 能够听得懂或理解 甚至于接受 马海硕给他们提出来的 劝语或者是警告 所以说您认为是 应该从历史入手 应该从何学起呢 首先当然是 从学习中国历史 我觉得中国历史够长 这个话很有意思了 这个历史够长了以后 你发现到 往往会重复出现 历史中的场景 换句话说 历史发展的脉络跟逻辑 有的是会复制的 所以你了解了更多的中国历史之后 你就比较更容易看得懂 今天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 它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 有趣的对照 所以您认为说 去了解中国历史 对于去更好地把握 当今的世界局势 是有一个启示作用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举几个例子 好吧 在中国历史里面 我们守着 这个大家都读过中国历史 都很清楚 中国历史古代有所谓的 春秋战国 是吧 那么我觉得当今世界 也可以找到春秋战国的影子 那么古代的中国有三国演义 那你现在可以找到三国演义 同样的例子 非常精彩 那么古代有楚汉争霸 那么现在也可以找到楚汉争雄 甚至于古代 我们看到很多合众连横啊 什么甚至于这个变法图强啊 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完全可以找到 类似的对照 对照系 这个建古之心很有意思 能不能再展开 就是对照一下古今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近代史说起吧 就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谈 我们看二十世纪上半叶 打了短了五十年吧 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打了天下大乱 为什么会这样打呢 就是因为原本有一个 可以造得住 能规范人类 各国不同行为的国际联盟 已经失去作用了 所以造不住了 所以必时间就开始征伐 那么出现了天下大乱的一个局面 这是当今之事了 那对照历史的话 该怎么去对照呢 对照中国历史的话 就推到这个2500年 或者2800年之前 我们知道那个是有春秋战国 为什么会有春秋战国呢 说到底 就是因为周天子 已经不能号令天下了 所以造不住了 所以各地诸侯呢 就起来这个大政之事 那么大政之事 最后得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就叫春秋 最后这个沉淀下来 就变成春秋五霸 那么当时的五霸呢 就是这个秦 楚 齐 敬 那么还有一个勉强上榜的一个宋 那这个叫春秋五霸 对吧 然后对照当今之事 我们可以看到 二战之后 这经过了一段 这个互相征伐 大政之事 征下来 最后也是五个 就联合武武昌 中美英法书 就是当今的春秋五霸 就出现了 就联合武武昌 跟这个春秋五霸 给对上了 这样挺有意思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春秋五霸 终于有一个晋国 本来是最大的 是吧 然后呢 就分家了 分成韩兆威 那么刚才讲 那个宋格本来就很勉强 那么他就逐渐被淡出了 被另外一个比较强的国家 燕国给取代了 所以最后呢 春秋五霸 就变成战国七雄 韩兆威齐 楚燕晴 是吧 然后我们再对到当今之事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看联合国武昌 这联合国武昌 你再仔细看看 在二战之后 没有多久 马上这个被 这个打成废墟的 日本跟德国又站起来 实际上他的实力 一点不输给 这个法国跟英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美英法书之外 再加上日本跟德国 就不变成了 当代的战国七雄了吗 很有意思 从春秋五霸 到了战国七雄 您说还有三国演义 没错 这个战国七雄 虽然有七国家 但是大大小小不一 每一个人发展的速度 也不一样 那么其中当最大的 毫无疑问是美国 是吧 因为美国在二战时候 并没有受到战户的破坏 而且战会由希腊的 全球的资本跟资金 所以它当然变成最大的 最强中的强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不要忽略掉 苏联 苏联在1917年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 刚开始的表现 非常出色的 1957年发射 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 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 美国因此而下定决心 要搞太空计划 NASA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苏联 也是不简单 当然中国在1949年 建了新中国之后 正式的开始走出 1840年之后 中国历史发展的低潮 那么中国也开始 正是崛起了 所以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世纪下半叶 基本上就是三大 就是类似像 三国演义中的三个一样 而且是三个一样 毕时间也是合纵联合 一下子跟这个合作来对付它 一下子又跟这个合作 来对付另外一个 你不就像三国演义了吗 这个三国演义也能够古今对照了 旧版的或者说历史版的三国演义 是一个会智人口的杰作 您觉得当今版的这个三国演义 该如何评价呢 也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例子 我们讲三国演义 大家最会智人口的例子 当然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献策 然后蜀国跟东吴合作 一起来对付北边的朝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也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谁 就是基辛格 基辛格那个当年这个偷偷的这个 这个说肚子疼 从巴基斯坦跑到北京 就促成了一个美国跟中国联合起来 改变了世界的一个决策 一起来对付苏联 结果把苏联斗垮了 我觉得整个过程非常精彩 包括刚刚讲 怎么样这个 让神不知鬼不觉的 然后到了北京以后 他又跟周恩来两个人 花了多少年时间才形成这个战略 然后一起来对付苏联 我倒是真觉得像这个整个过程 实际上应该有现代人 编成一部现代的精细 这个现代精细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我想如果把它写成精具的话 还可以写成不同的语言版本 我想这个外国人也能看得懂 因为是真正当今的一个天下大事 实际上我们知道 现代版的三公演义 其实唱了没有多久 后来1991年 就是苏联解体了之后 这个形式这不就变了吗 没错 基本上就搞一个段落了 那么再回到中国历史 我们回到中国历史 刚才讲的 这个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 前后这个250年 250年500年之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接下来历史发展 就是秦不是一统天下了吗 所以我听出您的意思来了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从春秋战国之后 是秦一统天下 那按照您的意思说 在当今世界 也曾经有过秦一统天下 这个秦是谁 有可能一统天下吗 倒是我们更知道 秦一统天下之后 是楚汉争雄 到底形式会如何发展 我们说 建古知今 建古不只是能知今 而且还能推进 推测未来局势发展 精彩内容 立刻继续 欢迎回来 在上节当中呢 我们关于中国历史 和当今世界格局 展开了一个古今对照 这个过程啊 不只是很有意思 而且是非常的有启示的意义 他对于当事者来说 不仅有参考价值 甚至有时候可以有警示 那刚刚的石先生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 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 三国演绎 都做了一个古今对照 那我们知道 春秋战国之后 那就是秦一统天下了 我们再对照古今的话 石先生难道 在当今 有能够一统天下的这个秦吗 这个秦又是谁呢 我们讲的古今对照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主要对照的是脉络啊 跟他的逻辑 并不说百分之一百 要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呢 我们讲中国历史上 有秦一统天下 那我说今天世界上呢 也有一个叫做号令天下 那您指的这个是谁 是美国吗 就是美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呢 在1991年 这个人单结束之后 本来是三国演义 你讲的没错 暂时告一段落 那个苏联已经对美国不成任何的威胁了 而当时的中国呢 才开始给他方出席 也对于这个美国不构成任何的压力 所以美国呢 这个时候就会这个 看谁不成也就打谁 足以号令天下 就这么一个时代 的确在那个时代 好像美国是号令天下 看着哪个国家不顺眼打谁 甚至呢 有一些国家的元首 甚至都被美国带去了 自己的法院里进行审判 一点没错 这个真是人类历史的笑话 足以看得出来美国的嚣张跟霸道 那么但是一个也很有趣的 我们知道前一统天下的时间很短 严格的说只有十几年 那美国号令天下时间也很短 在我的看来 也就是从1991年到2000年 就告一个段落了 那确实也是巧合 为什么说美国就是一种 号令天下的时间 只有那么十年的一个黄金期 是为什么它后来趋势 是因为进入到新世纪吗 讲的没错 进入到新世纪以后 我们以前分析过 2000年就是美国一个运势的拐点 因为2001年就911事件 然后两场反共战争 然后世界金融海啸 美国的国力就越来越往下坡走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在这个时候 中国经过了几十年 调养升息 快速的经济崛起 中国开始对全世界构成了 巨大的影响力了 就是咱们后来所说的 中美之间进入了休息抵得陷阱 就是美国突然发现 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 对它构成了一个威胁和挑战 于是他就疯狂地去打压和遏制中国了 对 你看这十几年的时间就如此 从小布什的开始提防 然后到奥巴马开始遏制中国 到特朗普开始打击中国 然后到拜登的时候 中国开始反击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过去 作为一个霸主 在对付他 这个 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第二个老二对手的时候 都是得逞的 但这次没有 那么可以看得起来 现在就是出现一种旗鼓相当的局面了 这就是您一直所说的这个中美世纪大博弈 就是现在越来越白热化 没错 这个 我当时讲是中美世纪大博弈的时候 我们就看了很远 我说大概是整个世纪 至少前半个世纪 几十年中美大博弈的时代 就是一个主旋律 那么现在看起来确实如此 中美之间博弈 那么这就对照的历史 不就是所谓的当今版的 楚汉真雄的这个场景出现了吗 那我们知道 这个在历史上的楚汉真雄 最终的是刘邦胜出建立了西汉 再次的统一了天下 那么回到今天的话 这场楚汉争霸 也就是中美世纪之争 您觉得趋势会如何发展 这个趋势呢 其实不用我来说 有非常有智慧的历史家 比方上个世纪的汤英比 就已经预测过了 他就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世界 那么他的内容 他的主张逻辑 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 倒是我们今天 回到当前的形势来看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 那就是美国呢 这个整个形势对 整个新发展对美国是不利的 而相对来讲 对中国是有利的 怎么能说目前 就是说针对趋势来看的话 形势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呢 我曾经用这个社会科学的角度 来分析美国 为什么能够在上世纪 也差不多称霸将近100年 它是靠五个实力嘛 这五个实力 我就再罗列一遍 就是恶实力 这个软实力 硬实力 硬实力 还有虚实力 那美国就靠这五个实力了 所以美国称霸并不是偶然的 它与它的称霸的基础的 就完全从社会科学逻辑那边看的 并不是一种直觉的感觉 直觉的感觉 明白 就是说这个判断不是一个直觉 而是基于美国之所以称霸的这五种实力 这五种基础 就是说看到这个基础或实力的一个变化 然后对于它运势的一个下行 做了一个预测 对 所以我之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 基本上不看好美国这个霸权 能够维持多久 那就是因为这五个实力 我认为它都已经开始松动了 这个恶实力 那么最早已经 老早已经不存在了 是吧 这个软实力 大家可以看说美国现在问题很多 也因为这个两个实力都没有了 所以它的硬实力受到影响 你可以看到美国军力 在财政的这个赤字压力下 美国的军费 美国的军力当然受到影响 至于硬实力 就是美国在这个天下搞乱的 在这个阿桑奇啊 这个斯洛登出来以后 也破了它的局了 让全世界知道美国的真面目 是吧 最后一个虚实力 这个俄乌战争一打 这个美国采取了这个冻结 俄罗斯的美元资产 让全世界 特别是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 开始去美元化 所以每一个实力 它都都面临着挑战 面临着打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的霸权要能维持下去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哎呀可惜 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是义无了解 甚至呢 很多人认为自己过去是赢家 而且将会继续 甚至永远的赢下去 那么石先生 为什么回到中国这边的话 您对于中国的一些判断和预测 会比较的正面和乐观呢 首先我谈 第一个角度呢 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 快速的崛起 短短几十年已经追上日本 超过日本 变成全球第二 而且直追美国 那么差距呢 会迟早呢 有一天会追上美国的 虽然这几年来 就三五年来 我们也曾经分析过 中国经济面临到 比较多的困难 应该说是 之前没有碰到过的 但是呢 我的分析呢 就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跟疫情有关 第二个原因跟中美之间的矛盾 跟斗争有关 第三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现在正在还一些旧债 就把过去曾经走过的一个误区 这个付出的代价 今天要矫正过来 那么在矫正过程中 当然会影响到 中国的现在 当前的消费投资 跟经济增长 所以我个人 总的来讲 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是基本上审慎乐观的 从来这个角度 我记得 您在谈中国崛起的时候 会把它解读为是一种复兴 是一种像中国在长期历史上 始终处于世界第一 这样一个状态 在回归 对吧 没错 没错 在我们刚前面那个分析呢 是一种社会科学角度 来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 那么实际上可以从大历史角度来看 我之前就说 中国的崛起本质上是一种复兴 今天很多人也都持类似的观点 就中国的崛起 不光是一个崛起 它是一个回归到中国历史上 我们说中国历史 在过去3000年 是从起码有2800年 始终位居世界前沿 甚至是第一的 那么过去这200年 有一段时间 进入到低潮 这我们都看到 但现在从1949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 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正在回归到中国历史 过去2800年 从来作为全世界前沿 从来作为全世界第一的 主旋律在回归之中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兴 很可惜的是 可能一般人 尤其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战略家 或者说是一个政治家 他们对此却了解不太深 对于今日的中国 倒是我们看到 新加坡的这位战略专家 马凯硕 反而是从一个比较中立 第三方的角度去 劝告西方说 是时候西方该靠边站了 没错 这个马凯硕为什么能够提出 这样一种比较精辟的见解 特别从西方角度来讲 首先他本身是一个战略家 政治家 更重要的是 他对中国有了解 为其对中国有了解 他才能够看清楚 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才提醒美国 你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 但是我刚才讲的 马凯硕对西方的这种提醒建议 我不认为西方马上能够听得进去 毕竟在今天大多数的西方 甚至于全部的西方 跟美国人看中国 是充满了相当的浅薄无知 甚至于充满了偏见 所以在这方面 至少在未来可遇见将来 我不会感到非常的乐观 真的是让人很遗憾 美国声称自己有这么多的中国专家 中国同居然对于中国 还欠缺这么深度的理解 那实验生如果说 我们换一个角度 大家想 如果为了中美关系更好的发展 为了全球更好发展 甚至说为了美国好 因为认识中国更充分 所以为了美国好的话 那我们能够给美国提出什么建议呢 好 精彩内容 进入到评说新语 好 进入评说新语 实验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就要谈谈美国应该怎么重新认识中国 按理说从清朝末年之后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之后 其实中美之间的接触就已经有了 这么长时间难道没有认识中国吗 你讲的没错 从八国联军开始 美国一开始就接触了 接下来到了民国时期 美国跟中国合作起来打日本 然后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美关系呢 不管怎么样起起伏伏 是吧 但总的来讲 美国并没有认真的去了解中国 美国认识中国是通过传教士 通过商人 总的来讲是比较浅薄的 谈不上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研究 除了到这近代 才有所谓中国通 但这个中国通 他们基本上的观念 这个学识都比较窄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说 从为美国好 为西方的角度来说 他们应该如何去重新认识中国 我如果给他们提个建议的话 我认为美国跟西方 要重新认识中国 正确认识中国 必须要修三门课 第一门课 当然我们前面讲中国历史 他们必须要了解中国历史 是多么的悠久 这个漫长 而中国历史中充满了多少 人类的文明的结晶 他们从这里面去了解中国历史 第二要了解中国哲学 中国的儒家 道家 墨家 这个各方面的哲学 代表了中国自然观 世界观 中国人文观 代表了中国的文明 通过这个来更多的 深层深地了解中国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要去学习这个 了解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政党 它是中国近代崛起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只有通过这三门课 美国跟西方才能够真正 正确地认识中国 避免犯更大的战略错误 随便你要关注今天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生再会 再会 下周同学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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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同学生再會 下周同学生再会 这一次av wondering